今天贏了四场 我记得之前你也贏了三场 会不会有点难以置信呢? 也不是 威哥的马也很好 石哥那两只泥地也很好 其实我头那只跑泥地也很好 也是没位子 有两场都实实地上都可以 记得上季你就贏了二十四场 暂时你今季的成绩都很好 你输家就去了欧洲客串 其实对你的骑马的操矣 甚至上有没有说不同了? 都一定有帮助 在欧洲你要知道每一只马银子 和骑马给你的感觉是如何 其实这点都很重要 对你的走位和各方面 会不会在哪方面和以前不同? 可能是骑马的感觉更多 有时马银子不够快 都不可以强制他前面走 都是看报处和情况 在那边有没有说哪些骑士 或者连马师给到指导你 或者从他们身上学到哪些东西 我帮Mark Johnston 骑马 其实很简单 每一只马银子的指导 骑马给你的感觉是如何骑马 有没有说哪些骑士是你偷骑马师 其实每个人都很好 那边的骑士 当然最主要都是学摩马 宋明凌 就算没有骑马师 那些马银子都很厉害 他们对马的感觉 所有东西 今晚会不会去哪里庆祝 其实今晚我爹地生日 所以回家庆祝 贏了四场当然要庆祝 刚才何宅宇的访问 说了四个很重要的字 第一 那两个字叫力练 第二 那两个字叫感觉 力练就是很重要 因为开放眼界 去年我们在英国也看到他 他又去法国跑马 英国跑了Diamond Steak 他又去看 观摩多些人跑马的方式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是感觉 感觉就是你如果看武俠小说 他的无招性有招 或者说你那些炒家 炒股者炒到千锤百年 靠个感觉 那个感觉不是感觉 叫直觉 是有很多经验 累积了下去 原来有个直觉 知道这样做会对的 即是这些不可言传的 但我想如果他到这个阶段 即是说他的骑工 其实大幅进步了 是的 其实计算一下 何浅尔的策区经验 都已经是越来越丰富 其实我们看到 在香港现在有很多 骑士20至30岁左右 其实这个都是他们的黄金期 因为可能建设出到20岁头 可能已经是再成长七八年 那就吸收了经验 对他们来说的帮助就很大 现在他已经进占到 骑士龙虎王的第三位 今天赢了四场头马 已经去到过了十场头马 所说的升华了他的骑工 等一下大家看看 他其中赢了两匹马 一匹是阳明峰峰 一匹炮子头 完全不同跑法 但我都很相信他凭个感觉 是中间做了很重要的决定 才赢得到 这两场马值得看 还有他的努力 我之前也说过 早上我到 早上他早了很多凌晨操 操马勤力了很多 第二次就是暑假 每个暑假都去不同的地方学习 布达佩斯都去跑马 我都不知道他有马跑 我只知道 去working holiday 能够到英国赢得马 真的绝对不容易 还要到张士敦这么大的马房 再加上平日 除了跑马操马 还要操体能 他没有停 我认为 那你真的说 你不能将来 我认为 我认为